大家早安晚安晚安 欢迎收听日日之声中日双语广播节目 我们每周一到五会带来几则与日本有关 轻松有趣的中日双语话题 今天是EJ每周推漫画的单元 那么开始啰 好然后今天我要推的漫画是叫做 中文叫做开始做AV男优了 然后日文是AV男优 男优 男优 AV男优 始めました 就是听起来很压拜的标题 那其实我觉得她的内容超健康的 因为她其实就是在讲说 就是她从 因为那个我先讲她故事好了 那个男主角就是从乡下来东京工作 然后结果她的公司就破产了 然后她就失业找不到工作 然后她太太也跟她离婚 所以她就是觉得她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然后在有一次跟她朋友的聚会的时候 就刚好她朋友的朋友是那个AV界的一个人士 就问她说那你要不要来当就是知男 反正那个知男就是 就是只负责色而已 其实不会露脸也不会碰到女友什么的 你知道就是一个路人甲 就是站在旁边很多人 然后脸都会打马赛克的那一种类型 然后她就说就是你这样子脸会打马赛克啊 也不用露脸啊 又可以看到 就又可以亲眼看到AV女友 很漂亮啊什么裸体之类的这种的 然后她就说好啊 反正她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她就去当了 是有酬劳的吗 有啊有酬劳 有钱的有钱的 所以她就是说 就又可以看到AV女友 又可以就是 就是有钱 因为她现在也没工作 所以她就去了 然后结果去了之后就 跟说好不一样 原本要让她站在旁边当知男 然后结果第一次就让她 就是女生妈口交吧 的这个画面 哇 对 然后就开始了她的AV男优生涯 然后我觉得这个漫画有趣的看点 不是说就是她在描写 她跟女优有什么很色的发展啊 其实都不是 就是其实她很常会画出镜头外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 比如说像是她第一次去拍 那个口交的体位的时候 但其实她就说她的整个脸啊 都是摄影师的屁股 会只看得到摄影师 因为摄影师要拍那个第一人视角 她会看到整个人跨在你身上 然后还有扛摄影机 所以其实你只看你的脸正面的 就是摄影师的大屁股 男生 然后这种类型的 或者是她就是还有讲说 就是男优有分很多等级啊 然后业界一些规则之类的 有些小技巧 什么很多人家射精的经历都是做的 就是是假的经历 我知道 然后用那个看AV AV帝王吗 哦对对对 有验到 对 她就是一样有教你两三种怎么调 然后她手上会放一个像是软管的东西 然后她就会用借位的方式 然后在对的时间就压那个软管 然后就会有东西喷出来 我之前都不知道 我知道有假的经历 可是我不知道是 就是什么手法 怎么手法 让她看起来一家乱整 这样子 嗯嗯嗯嗯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 男优的 其实也是分很多种类型 就是从最一开始的 就是临时演员 就是像她一开始 就是去 然后没有签约什么什么的 然后再往上爬一个 就是那个知男优 嗯嗯 就站在旁边就是 很多人的那种 然后再往上爬 才是男优 嗯 然后再往上爬才是顶尖男优 嗯嗯嗯 像是顶尖男优 像我们女生也会听说过 应该就是什么加藤英啊 然后还有 还有几个就是很有名的 嗯嗯嗯 然后他就说 那个薪资完全不一样 他就说从以前 就是最烂的话 就是可能一次就是几千块 嗯 他就说他上次去 他有一次我有印象深刻 他就说他去拍 那个电车的题材 嗯 然后电车不是 他们就会假装 在坐电车吗 嗯 然后有女优 跟那个男优 在就是被 被偷摸之类的 他就说他就是站在 当乘客的那一个 不是动手的那一个 他就站在 他就站在那边 站了十二个小时 然后才零 八千块日币 他说 他们那个拍这种 A片在公众场合拍 是需要接场地的吗 他们是摄影棚 全部都是棚 没有一个是在 真的 所以外面的那些风景 是披上去的是不是 外面的风景 嗯 就可能那个窗户 是用绿幕 然后外面的景色 什么的 因为像是 那个电车的 你知道有一个棚 是专门做成 类似模拟电车的 那种东西吗 不知道耶 然后就是还有 里面的场景都是 就是有做一台电车 但其实 你往后看 就是摄影棚 嗯嗯嗯 所以是假的场景 哪路火都 对 然后就会有这种很酷的 比如说像他们要去拍户外的那种 然后他们就说 他到户外的那个场地的时候 就会发现同时现场有可能五六组 都AV的人嘛 不同的 在拍不同部 嗯 因为在外面可以接受拍AV的场地很少 嗯 然后所以通常都会 到可以拍AV的场地的时候 通常都会有很多组 重复 对就是会有一些很有趣的 嗯 小小知识之类的 嗯嗯 然后比如说也有那种 诶不能跟AV女友交往的 潜规则啊 嗯 之类的 或者是有些男优就跟AV女友交往了 就发现是闲人跳 之类的 闲人跳是什么 啊 啊 登登 闲人跳你不知道 什么意思 不知道耶 闲人跳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 一个男生 然后他突然交了一个 很漂亮的女朋友 嗯 然后那个女朋友就约他出去玩 然后 去旅馆 然后女生就说 哦我先去洗澡哦 之类的 然后女生在洗澡 所以后来 外面就会有几个黑道大哥 冲进来就说 你对我妹妹做什么 哦 然后就要跟他勒索 之类的 这样叫闲人跳哦 对啊 哦 为什么啊 哈 嗯 这种类型的 炸漆 就是闲人跳啊 哦 没道理啊 诶 就是 古称美人计 美人举 桃色炸旗 我们现在直接Google 人家怎么解释 闲人跳 闲人跳 嗯 以一种性关系 或者是含有 性意味 性暗示的互动 不一定有性行为 来敲诈人的手法 嗯 奥语称为 桌黄脚鸡 完全没听过 我也没听过这个 嗯 对啊 这个就是 敲诈一些灾难啊 之类的 灾难很容易被骗 一定的啊 天上掉下一个美女说要跟你交往 然后就要跟你上床 马上被勒索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就说 很多AV女佣后面可能有一些 嗯 有一些黑道势力之类的 就会用这种手法来敲诈一些 没有背景的男友 或者是比较 好可憐 的心入的男友 对对对 就是会有介绍很多 这个的作者 他是有做过是不是啊 他就是在做这个啊 哦 他说这些都是真的 所以他是他的自尊是不是 对 类似自尊 就像那个前阵子 有一点红的 就是一个风俗夜的男生 也有出来画 我觉得最近这种类型的漫画很多 就是这种 好有猜哦 记录自己的 因为是先会画画 才去当AV男友的吧 就是画不下去了 所以就先 他劝你去当 AV男友 画这个没有题材的话 也不会红啊 而且他画工不是说 很优质什么的 就不是说 可以当漫画家的那种画技 可是已经是OK的 就画那种四个漫画 那种类型的感觉 可以的 嗯 就是 推荐 我觉得很有趣可以学到很多 但很长吗 我看一下现在几画 没有 我记得没有很长啊 现在才出到29画左右 也还蛮多的 他的画风 就还OK啦 但是没有到顶级 没有到精美的感觉 就是觉得大家如果 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 下面留言就说 完了我现在看片都是脑中 都是那个画面 我看第一人称 我就知道导演的屁股 现在在那边奶油身上 之类的 我这种还好 没什么这种困扰 我觉得很有趣耶 对于女生来说 嗯 不会耶 可是我以前在看片子 就是在看片子的时候 我就会想要去研究那个敬畏 这种角度吗 对对对 真的假的 是因为你是大传系吧 应该是 我想说没有 这个怎么弄的 什么的 第一人称作画那么好之类 或是不是有什么站着的 对 然后也是口交的敬畏 那个我就想说是 男优自己拿着相机吗 这样子 好像不是耶 是那个摄影大哥 后面会给你站一个垫子 然后从你背后 这样子 从头上 就是从肩膀旁边这样子 往下拍这样子 嗯 然后还有很多有趣的相机 对对对 原来如此 你会想这种事哦 会啊 你真的是学术研究耶 这是为了学术研究在看 不是为了就是 好看而看 我觉得 对就是这样 然后有什么ACG消息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我最近有在看另外一部漫画 就是 殷勤不定的体操大哥哥 然后这一部的 就是它一开始就是那种短片漫画 然后后来就是 有被欣赏嘛 然后就变成 就正规连载 然后要变成动画了 然后它之前会引起话题 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动画声优 嗯 超级 不用钱 豪华 没错 豪华的声优 它的那个主角是 深谷浩石 然后还有 三田志和 尊春游一 公眼真熟 水树奶奶 小野大福 然后 凌春建一 还有我 我很喜欢的花江夏树跟 金树 就是金田剑次郎 这几个 就我有特别 很多我喜欢的顺庸在里面 嗯 所以就是很好 我一定会看 就是我们来看 厌世大哥哥 因为其实今天 医学本来是要推这一部 对 但是想说太多人推了 对 就算了 我不想落于俗套 很多人这一看就 就 那就看不到我的品味 就是这样子 所以它是下一期的 那个动画悬翻 嗯 嗯 大家可以有期待 可以看一下 反正就是 对 很开心声音也 也不错 而且它剧情节 蛮好笑的 嗯 好然后下一部就是 那个 应该算是很清水的 但是大作的BL 叫做昨日的美食 你有听过吗 没听过 它就是要改编成日剧 哦 嗯 然后昨日的美食 要改编成 就是 先有日剧了 接下来要变成 日剧要有拍剧常版 哦 对 这么快啊 就是 日剧还没拍吧 拍了 拍了 已经完结了 对 所以很好看 我有看 嗯 那个LINE TV上面有 好哦 对 它 它这一部就是 很清水啦 就是没有什么 肉体上的交流 对 它是BL是不是 它是BL 可是它其实就是 它们已经是老夫 老夫老夫 所以它们已经是 它们这个重点 应该就是美食 美食饭 嗯嗯嗯 对 哦 对 很推荐 动画 都 哎呀 没有动画 真人版很好看 我觉得它翻拍的超级好 完全不会 就完全有把那个漫画里面的 角色的感觉演出来 很厉害 演员是谁啊 演员 我不记得 你有看 真人的吗 有啊 我有看真人 但是我不记得 它们叫什么 没关系 我们可以现在马上搜 它 那个主角 我看一下 好 我查了一下 就是 那个演员 一个叫做西岛秀俊 一个叫内野阳 内野胜阳 没听过 你看过脸 你就知道他是谁了 就这个 哦 这个我知道 很 那个西岛秀俊 很有名啊 嗯 他也演过很多 爱情白皮书 嗯 之类的 对 他很有名 他演很适合 然后另外一位 内野胜阳 看一下 有没有图 因为他 我现在对他的影像 就只有那个 就是日剧里面的 影像 很可爱 就是 他就是 gay gay的 发型师 看起来就蛮gay的 对啊 他演得很好 他真的演得很完美 嗯 就是这样 这两个 好 这样 是一个非常温馨的 毕业龙漫 你看了就会觉得 这个就是爱情 最后的样子吧 非常推荐 好 然后还有下一则 ACG消息 就是那个 咒术回战的作者 要休息 一个月左右 嗯 他身体不舒服 什么 我一直以为 这个已经演完了 没有 没有 还久着了 咒术回战 他不是 咒术回战 不是现在高中生 最 之间最红的 一部漫画吗 对啊对啊 你有看到那个排名 对啊有看到排名 有看到一个 那个排名 有女生高中生 现在最常看的 前十名 嗯 然后跟男生 最常看的前十名 第一名都是咒术回战 对 我懂啦 嗯 你有在追是不是 我现在大概 没有追到 嗯 我没有追到最新 但是离最新 大概只有五话而已 哦 嗯 这样算 有在追吗 有啊有啊 因为我想要等他 再多一点 在一起看 对对对 在一起看 对 我是觉得 但是我 我最近觉得 他剧情有点越来越复杂 我就不喜欢 哦 这样 所以我再观察 嗯 好 然后还有 我最近也在看那个 这一季的动画 叫做 86不存在的战区 深作 没看耶 深作 超爆好看 应该算是我近几年来 看到最好看的动画了 是哦 真的 超级神的 我不知道 我上次有这种感觉的动画是那个耶 罪恶王冠 没看过 哈哈 就是国中的时候看的 嗯 然后他的音乐跟他的剧情 然后跟他的 我不知道 我觉得他动画改变得很好 然后我看完 他的动画 因为他现在出到第八 还是第九吧 嗯 然后我就把 他是这一起的 这一起的 还没出完 然后我现在把 现在可以看完之后 看完之后 我就买了他全套的小说 哇 一千多块 电子书 还说在家就不会花钱 又狂花嘛 我就买了他的电子书 我觉得最近就在看 他的原作小说 好有哦 在家不是在看 me too 就是在看情小说 就是这样子 嗯 嗯 嗯 很推荐大家看 大家可以先去看动画 好 而且我觉得 动画我就会看 他的音乐真的是 神 嗯 他下所有BGM啊 跟他片头片尾去的时候 根本就是 我好几次都看到哭耶 嗯 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该怎么推荐给大家 就是你们的看就对了 看就对了 看就对了 哈哈 我那时候还想到 这一部 怎么那么多人在讨论 嗯 结果 所以你是这一周才看 对 前天吧 嗯 然后一天 我就把动画看完 然后就买小说 这样 所以我现在 有空的时间 就是在看86的那个小说 嗯 11级吧 还是10级左右 嗯 然后就把它卖 就一次买 因为它那个电子书可以 把整套放入狗屋车 而且那个电子书 其实蛮多折扣的 我觉得蛮快乐的 嗯 因为我是第一次买 那一家电子书 然后就有首购什么的 然后就便宜 就买了 恭喜哦 恭喜恭喜 非常推荐 我知道看小说你不行 看动画可以 对动画可以 那那你 你看完猎人之后 可以再来追那个86 对 皮卡最近在看猎人 因为我真的没看过 超夸张 怎么没看过猎人 你知道听众知道 他现在才看到那个什么 那个 就是那个地下拍卖会而已 超前面 我已经很努力了 他开两倍数看 我开两倍数看 而且我吃饭时间都在看 你将会失去他最棒的那个节奏 真的吗 我觉得 我觉得你最后 这一季快结束最后 五话吧 你就照原版的看 好 我知道你习惯 你是素食者 我素食耶 你将会失去他的魅力 我昨天是他们有在唱歌 就是那种要听歌那种 我才会再调回来 好 没关系 猎人是这辈子一定要补的 我准你先补 没看过猎人 实在是太荒谬了 我国中就看了 你现在在干嘛 我不知道 我国中还在看钢练 钢练是 钢练跟猎人是同时期 要一起看的 你还记得那时候 我们国中的时候 美术课 我们美术老师就在 就在那个 白板上面画 库拉皮卡 你还有印象吗 有印象 库拉皮卡 为什么 他就是在 有点像是在跟学生玩那个 你猜我 怎么抢答的那种 嗯 嗯 他画一个头像 然后让大家猜他 对他就开始画他的特征 然后让大家举手抢答 是哪个角色 哇那你一定抢名啊 对啊 你没印象哦 没印象 就是我记得印象征刻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就觉得 每个人都知道 对啊 怎么会有不知道的 就是这样 嗯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国中的时候漫画才画到遗忘耶 然后还有印象 哇 所以他完结的蛮 蛮最近的 完结 他没有完结啊 哦对他还没完结 他是不是说 他没有完结 对 我都忘了 我都忘了 不会完结的 前几周才刚报说那个作者 无业 大家原本以为他要重新出来出来画 结果没有 只是要出一个游戏 哦对啊 然后他不是最近接受访谈 然后就说他自己的职业是无职吗 嗯 他应该要说他自己是漫画家吧 他怎么会说自己无职 就是他不想画 对 然后很多人就说他放弃当漫画家了 不知道耶 我就等啊 没关系 有生之年吗 嗯 嗯 好啦那你有补充 你要补充什么吗 没有耶 所以 这个礼拜六日 如果大家 诶是不是廉价 诶 对耶 大家廉价刚好可以补翻 不要给我回箱哈 那这几天如果大家想要看 就是有一点AV界的内幕的话 你可以去补我刚才推荐的 开始做AV男优了的这部漫画 我刚刚就在讨论说 我们这一周的话题是不是都太行三色 对啊 就好像跟 就是 每一篇都有 对 每一篇都有一点 没关系啦 然后如果你想要看就是 非常好看的 优质的动画的话 就是你很注重 角色啊塑造啊 嗯 然后音乐啊 嗯 然后跟节奏 你都很在意的话 我会推荐八六不存在的战区 嗯 然后如果你想要看一个很温馨的 然后可以疗愈你身心灵的 清水项笔也哦 嗯 我推荐你去补昨日的美食 嗯 然后它的漫画其实也超级多 好像十集吧 嗯嗯嗯 它漫画很多 然后你也可以先补它的那个日剧 嗯 它们两个的互动很可爱 然后很常在FB 被人家剪成那种精华影片 嗯 然后就放在上面 对 昨日的美食也不错 好 然后还有什么 要补充的吗 没有 好 那这礼拜就到这边吧 感谢大家的收听 欢迎在Podcast或在我们的粉专下面留言 只要搜寻日日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咯 我是EJ 我是Hika 我们下周见 拜拜 HIVI NO COUE バイリンガル Podcast また来週 また来週 by bwd6 by bwd6